白宮在星期一率先宣布了部分措施包括擴大對扣槍者的背景調查,提高槍械管理法規的執行效率,加強精神疾病治療,以及擴大對槍械安全技術的研究。 奧巴馬提出了他在白宮,與美國司法部長林奇,與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等高層官員混練當中所討論的這些建議。 當局,他在對白宮司法部長的案子後,他在對白宮司法律師的案子裡並不有受傷害, 也沒有被判傷害,也沒有被判傷害,不會被判傷害的或判傷害, 並不可能救出手並不可能的生活生命中的身份, 並不可救出手殊的傷害,並不可救出手殘疾病, 並不可救出手殘疾病,並不可救出手殘疾病, 並不可救出手殘疾病,並不可救出手殘疾病。 計劃當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是要求任何銷售槍械的商人 包括槍械展銷會都必須獲得執照並進行背景調查 最新的文調顯示支持對扣槍者進行背景調查的美國人有所增加 但很多擁有槍械的人感到任何管制槍械的努力都違反了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 得罪一間槍店的店主詹姆思希林說 是,他們想做一些國家的紀錄,但國家的紀錄會導致拒絕 英國、斯坦林,在一段時間都把槍械採取的槍械採取 所以他們可以開始控制民主義,這就是這就是 共和黨領導的國會反對對槍械擁有權私家更多限制 而任何奧巴馬計劃採取的行動都有可能變臨法律上的挑戰 奧巴馬總統說,美國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死於槍擊 包括大規模槍擊和自殺 這個比率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 美國之音記者格林,華盛頓報導